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神神的分享天地频道 今天的折子教室呢 要来教大家什么折出一个 一只招财兔 招财兔哦 那你 在兔年 台元滚滚哦 那這次呢我所用到的紙呢 是屬於這種招財進寶的紙 就還蠻討喜的 這種招財進寶 這種金子墊呢都會買得到 那一開始呢我們先對著成一個三角形 然後翻開 然後再對著三角形 然後翻面再對著成一個長方形 然後翻面再對著成一個長方形 好另外一邊再對著長方形 那我們這個是正面嘛 我們剛才順著那個折線呢 這樣折進去 這邊是比較凹的嘛 然後折進去 那下面呢 下面是這樣子 上面是這樣喔 右邊往上折 然後左邊往上折 然後這個 翻面 一樣的做法 好,上面 下面這樣子 然後這裡呢,我往 旁邊折 上面 好,翻開 上面的頂點呢,往中間線著 中心點著 下面一樣,同樣的做法 那這裡呢 這裡的 再這樣子 這邊 這邊同樣的做法 這裡 好,這邊有洞 這個讓它折好的塞進去 這裡也是 塞進去 那底部做好了,翻面喔 翻面 打開 來 右邊 往中間線折 左邊 一樣的做法 好 那這裡的 對腳線 折出來 這邊有個頂點 對到這裡 這邊同樣的做法喔 好,打開 好,打開 好 這樣子 這樣子 之後呢 這邊 折進去 右邊 左邊同樣的做法 好 好,順著讓它折進去 好,往上翻 這邊往上翻 這邊往上翻 好,這邊往中間線折 好 這邊也一樣 往中間線折 好,再折一次 這邊耳朵部分 再折一次 好,這裡呢 再折 這邊比較硬喔 因為 越折越厚嘛 所以這邊要多壓幾次 好,這邊一樣 我們 把它貼上雙面膠 把它貼上雙面膠這裡 貼著 然後黏過來 然後這邊也是 再撿 撿一小段 這個位置 好,這樣黏住它 好,站著 好,那這裡呢 會有個洞 這裡會有個洞 然後你要 把嘴包 這邊 彈住 然後吹氣 然後它整個會膨脹起來 好,那剛才我已經有吹氣了 所以它整個會膨脹起來了 然後呢 我們再把它加工一下 這個耳朵已經出來了 然後兔子 好,這邊我們把它用著奇異筆 畫眼睛 大概是這個位置 這邊會有個 摺線 這樣子 叫這樣子 大概是這個位置 好,另外一邊 我們大家對一下 大概是這個位置 好,那可以把它加個睫毛 好,那我們的招 招材兔就做出來囉 末年做一下招材兔呢 是很討喜的 讓你招材盡寶喔 放手做看看 很簡單的喔 好 這是神神分享天地頻道 請幫我按訂閱按讚留言 及分享 Thank you for watching Please like the video Subscribe my channel 我們的摺紙教室呢 下次見 Bye Bye see you MING PAO TORONTO